你會不會有任何人生的 我很欽佩媽媽的這個角色 尤其在我成為媽媽之後 你會發現各種不同的媽媽 會展現出來不同的韌性 然後她們在生命當中的 不同的那種強度 但都很強這樣子 我很佩服媽媽 我很佩服我自己 成為母親的角色 絕對是人生一個很大的跨界 最大的調整就是 不要每一個角色你都想要做到一百分 謝謝小朋友們大家早安 大家好 例如說 我現在因為都是播晚間新聞 那就代表我每天都沒有辦法回家吃晚餐 我其實心裡頭還滿內疚的 好像人家覺得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對我來說怎麼這麼困難 可是後來我也還滿釋懷 雖然你沒有辦法跟他們吃晚餐 我可以跟他們一起吃早餐 我的孩子也必須被教育到說 你的媽媽就不是 不是可以二四小時 在miss standby的媽媽這樣子 我就在每一個面向上 我都找到自己的位子 那我就可以去享受 不同身分裡面所帶來的滿足跟快樂 參與共學對我自己來說 也是很大的學習 因為他們的戶外活動比較多 一二年級的孩子就去盤 紅茶山啊 就是盤繩然後扛著大樹包在那裡盤 從小就有負重訓練 從小就有負重訓練 當你都被困在 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安晴班 其實孩子很多可能都被線索住了 那自然其實有很奇妙的療癒的力量 等到以後當我需要的時候 我曾經在海邊 還給我個什麼樣的量 我曾經在山上 我走在山林線的時候 那是個什麼樣的感觸 他們會回去回去找 我們家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是一個單親的家庭 所以我是一個全職媽媽 可是也同時 是一個全職的上班族 所以我先生過世的時候 他才四十五歲 而且是很突然之間 就發現說他有癌症 所以我就會覺得其實 爸每一天過好就好了 結婚前我就還蠻自我的 結婚之後你就多了一些角色跟身份 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想到大家 有了小孩之後更不一樣了 那個自我 是越來越小的 從以前是自己覺得喜歡 到現在是小孩喜歡 我就覺得很開心 他們三個同時都在我身邊 然後他們三個一起玩 相親相愛 那個是我覺得最滿足的時候 婚姻讓我學習到一個功課 就是聽天有命 可是不是傳統女人那種就是 我就是拍命很任命那樣子 我覺得是去聽天意 然後去順著你的命運 我不要花太多的時間盡力去 就是我不要 我不要 好像小孩踩在地上耍賴 我不要 我覺得其實你就是把自己卡住了 雖然就是變成單親了 我不會一直陷在一些負面的情緒裡面 我覺得我就是要往前看 我要去看那下一步是什麼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我就是個懶媽媽 我就是個懶媽媽 所以我就很想趕快把他們 教明白這些東西 然後你們就可以照顧我 他們每一年生日 我們都要演一個 從媽媽屁股裡面 生出來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 我們家姊姊就 這樣生出來 然後生了三天 三天 我每天跟我們家姊姊說 生日裡生是三天 你們兩個加起來五天 生了五天的小孩 然後他們兩個就有一種 所以說幫媽媽用那個按摩刮盤刮 刮三天 然後我就這樣躺在那邊 然後就躺完 然後刮完以後就很開心 然後回床上說 啊剛剛女兒幫我用按摩刮盤刮 好開心喔 我覺得我跟小孩 比較像是姊妹 我很小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不要把自己當做小孩 你們現在都是跟大人一樣 只是你覺得自己好小不要去 我說媽媽從小都知道 當小孩可以耍賴 但是你們不可以這樣 他們就 不要跟我說不懂 願望喔 我想看看我可以做到 什麼樣的事情 可以更多的去嘗試一些 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因為以前是追求很多的目標 但是我現在人生追求的是 我不要有遺憾 之前是完全不運動的 完全不運動 可是一旦啟動了就會看到改變 我每次在跑河濱的時候啊 我心裡頭就一直覺得說 我好高興我現在可以跑 我要好好把握 我現在還能跑的時候 希望我老的時候 我有力氣出去玩啊 很多媽媽或者是女生都太在乎形象 我覺得可以多放開來一點 過得輕鬆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年紀有太多身份 我不曉得我覺得我可能都有點很開 我就是 老公 今天OK嗎 然後她說很累 我說好吧那就算了 哈哈哈